大家好,我是巴妈 今天讲一个男子遭遇车祸后四处求医 却意外闯入了魔法世界 最后阻止了黑暗世界,无情地球的故事 我们的男主名叫史蒂芬·斯特兰奇 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 工作上他拥有超高的医学天赋 女助手名叫克里斯蒂娜 是他的同事又是他的朋友 但是史蒂芬的高傲自大经常让他觉得不舒服 晚上史蒂芬准备参加一个宴会 能看出史蒂芬赚了不少钱 然而就在前往的途中却发生了意外 车子从悬崖上飞了出去 当史蒂芬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在医院了 而自己的双手已经被插满了钢钉 克里斯蒂娜告诉他 医治手部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了 没想到史蒂芬只是轻轻说了句 我能把这个手术做得更好 身为医生 如果自己的手不能和正常人一样 那就意味着史蒂芬会失去工作 他开始和医院商量着后续的医治方法 可惜依然改变不了什么 这天克里斯蒂娜告诉他 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应该接受事实 而且由于史蒂芬从来都是有多少花多少 所以现在已经花掉了所有积蓄 晚上他翻看着一份神奇的病例 这是之前一个工作人员告诉他的 这个患者以前下不瘫痪 后来却神奇的恢复了 史蒂芬找到了这个人 他的名字叫潘伯恩 在史蒂芬的恳求下 潘伯恩告诉他 医治好自己的地方名叫卡玛泰吉 并且祝他好运 随后我们的史蒂芬便开始了求医的旅程 中途还遇到了一群抢钱的小混混 突然一个黑衣人救下了他 并且问他是否在寻找卡玛泰吉 这个人名叫莫度 他告诉史蒂芬 我曾经和你一样 骄傲自大 自以为是 我希望你等会见到老师后 克制一下 在莫度的带领下 史蒂芬见到了古一法师 古一仅仅是看了一眼他的手 就知道史蒂芬已经做过七次手术 交谈的过程中 史蒂芬不相信 依靠信仰和魔法就能治愈身体 古一告诉他 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 你不知道的是 接着便一掌 就把史蒂芬的灵魂打了出来 还带着他感受了宇宙的奥秘 当他回到现实后 史蒂芬开始相信古一所说的 可惜下一秒就被古一赶了出去 原来古一之前有个弟子 名叫卡西利亚斯 因为他的固执 傲慢和野心 导致卡西利亚斯偷学了魔法书上的黑暗魔法 并且逃离了这里 终于在莫度的劝说下 古一同意收史蒂芬为图 开始教他魔法 这天他来到图书馆翻看书籍 发现有本书少了一页 管理员王告诉他 这正是被卡西利亚斯偷走的那一页 而卡西利亚斯利用偷走的这一页 学会了黑暗魔法 同时也获得了强大的力量 第二天 史蒂芬开始利用玄戒学习魔法 因为只有拍戴了这个戒指 才能施展魔法 他认为之所以自己进步缓慢 都是因为受伤的双手 下一秒就被师兄打脸了 师傅古一告诉他 只要你放下身段和骄傲自大的内心 这样才会成功 之后的日子里 史蒂芬确实发生了变化 而史蒂也突飞猛进 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学习 这天夜里 他独自来到图书馆 并且翻看之前的那本书 按照书中所讲 他佩戴了法器 开始施展着魔法 而这本魔法书 内容都是关于时间的 史蒂芬开始拿苹果做实验 没想到刚上手就学会了 就当他把思去的这夜复原时 书中提到黑暗世界 和多妈母的名字 还写着永生之力 王和莫渡突然出现 阻止了他接着进行下去 莫渡觉得史蒂芬有超出常人的天赋 因为这些深奥的魔法 一般人都学不会 两人也告诉了史蒂芬他们的职责 原来古一就是守护地球的强者 防止别的宇宙入侵地球 而且他们还拥有三个圣索 分别是香港 纽约 还有伦敦 而多妈母则是黑暗世界的主宰 他不受时间的控制 如果三个圣索都被摧毁 那么多妈母就能进入地球 突然伦敦圣索出事了 袭击者正是卡西利亚斯 而史蒂芬也独自来到了纽约圣索 没过多久 卡西利亚斯也追了过来 两人展开了打斗 史蒂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法器悬浮斗篷却保护了他 穿戴上斗篷的史蒂芬 利用其他法器也困住了卡西利亚斯 卡西利亚斯告诉他 其实古一欺骗了你们 他自己就在偷学黑暗魔法 所以才会长生不老 然而大意的史蒂芬 却被卡西利亚斯的手下偷袭了 危机关头悬浮斗篷 再次救下了史蒂芬 他利用玄界打开传送门 来到了医院 在克里斯蒂娜的帮助下 开始了治疗 灵魂出窍的史蒂芬 也把他吓得够呛 中途那名手下也利用灵魂出窍 并且找到了这里 好在最后被史蒂芬解决了 手术结束后 史蒂芬也离开了医院 而克里斯蒂娜也不敢相信 眼前的这一切 古一和莫杜赶到了纽约圣索 史蒂芬质问古一是否利用 黑暗世界的能量来维持寿命 古一没有反驳 也没有默认 随后便离开了这里 就在他和莫杜争吵的时候 卡西利亚斯再次杀了回来 两人把他们一伙人 引到了大街上 卡西利亚斯带领着手下 在城市里开始追逐他们二人 没过多久 便抓住了史蒂芬 还拿走了他的玄界 危机关头 师傅古一救下了他们 莫杜也看到了古一头上的花纹 那是黑暗力量的象征 交手过程中 由于古一的分心 导致卡西利亚斯重伤了他 还把他丢出了现实世界 史蒂芬带着古一来到了医院 却发现古一灵魂出窍 想要放弃治疗 古一告诉他 我们都知道 从黑暗世界做的力量是不对的 但是规则总有被打破的一天 我已经守护地球太长时间了 也许你会比我做得更好 随后便消失了 这也意味着师傅古一真的死亡了 史蒂芬调整好心态 回到了纽约圣所 显然这里已经被攻陷了 师兄莫杜不理解师傅 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史蒂芬的劝说下 他们来到了香港 两人还是晚了一步 这时的香港已经沦陷 而多玛姆和他的黑暗世界 开始吞噬着这里 这时史蒂芬却施展时间魔法 随着宝石的亮起 周围的一切发生了变化 时间开始倒退 坍塌的房屋恢复了原样 就连死去的王也再次被复活 然而卡西利亚斯也阻止了他的计划 这一刻周围的时间都被禁止了 史蒂芬决定进入黑暗世界 他也见到了黑暗世界的主宰多玛姆 他告诉多玛姆 我来和你做个交易 生气的多玛姆 二话不说 就击杀了史蒂芬 没想到史蒂芬又出现了 就这样史蒂芬死了一次又一次 原来史蒂芬利用法器和魔法 把这个空间无限循环了 就这样 他死了成千上万次 他告诉多玛姆 如果你愿意带着你的追随者 离开地球 永不回来 那我就解除这个魔法 不然咱俩就会在这个时间里 无限轮回下去 下一秒 史蒂芬就回到了现实世界中 看来多玛姆是答应了他 而卡西利亚斯一伙人 也回到了黑暗世界 史蒂芬再次施展魔法 把这里恢复了原样 大战结束后 莫多认为这样的做法 打破了自然规律 便离开了他们 消失在了人群里 而我们的史蒂芬 也继承了师父的职位 成为了新的至尊魔法师 王还告诉他 其实法器中的绿色宝石 名叫时间宝石 好了 电影奇遇博士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不过我们的故事 并没有结束 后续邦邦会接着讲理听 我们下期见